巨神战绩队与铠甲勇士相比 谁枪谁弱 一边是新生代朝景英雄 巨神战绩队 一边是老牌战斗英雄 铠甲勇士 这两位放在一起比较 谁能刚上一场 同期体代创意 来自于小伙伴 迷你我的世界 话不多说 咱们直接安排 咱们先说巨神战绩队 战绩队是由六位 性格迥异的年轻人组成 分别为 世源位 海沙位 钢牙位 爆雷位 飞鸟位 以及战党位 他们彼此互相融合 互相接纳 逐渐成为拥有强大一心 超反意志的 守卫正义的 有为青年 组成了 炸无不胜的 巨神战绩队 那么铠甲勇士的队伍呢 相比巨神战绩队 虽然少了一位队员 但是他们是结合 中国传统五行光影 分为金木水火土 强大的武侠 这时有精彩的小伙伴就说了 从哪儿 铠甲勇士少一个人 战斗力怕是打不过 巨神战绩队了吧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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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铠甲勇士虽然少一位 但是他们的光影铠甲更多呀 比如帝皇铠甲 星天铠甲 雷霆铠铠甲等等 哪一套铠甲 不是逆天的存在 那么咱们就用 最强巨神战绩队队员 对战铠甲勇士 最强铠甲 一决高下 巨神战绩队 最强英雄当属 所向拼命 战狼位 铠甲勇士 最强铠甲 当属 明界最高统治者 帝皇侠 实现战狼位的单体实力 绝对立天 一跳舞都不成问题 当然只能锤一锤小乐地 碰到强大的帝皇侠 也只能认怂 因为帝皇侠的实力 更加霸道 帝皇侠来 无限宇宙最强 天道化身主宰一切 其实力完全炼压 战狼位 所以开架勇士 完胜 感谢您的观点 这个工作 超温数点下机关